好 趕緊帶你來關心日圓 這兩天大家都在看 那個日圓到底會跌到哪裡去 跌跌不休 到底這個日圓殺不住車 這個日本銀行已經說 我要出手擋了 你擋得住嗎 今天我們趕快請到的是 富蘭克林的資深副總羅勇美 請尤美姐來帶我們看一看 我們看到你看日圓長這樣 大家都說那個160不熟的話是170 那日本央行應該也很緊張 所以他馬上講說 我24小時不睡覺 我隨時要出手干預了 大家也很多人進場抄底 我們怎麼觀察 其實如果來看 今年以來所有的貨幣排名 其實確實日圓就是150 160 現在就會談到170 可是其實這個波段當中 原本市場預期除了干預之外 它的升息跟美國的相對的降息 當初其實也有一波日圓升到135 所以其實市場 我覺得它的政策 跟美國未來的利率動向 這個都還是蠻密切關注的 所以其實如果來看匯率的話 就可以看到能夠貶這麼多的 其實就是新市場 拉丁美洲 亞洲這些貨幣 所以其實看國際主要的貨幣而言 其實確實你看歐洲澳洲跟美元的利差 也都兩到三個% 都是沒有那麼多 歐洲甚至像英鎊貶值這麼少 就是因為它跟美國的利差最小 所以其實這個利差其實日本跟美國 還是有5個% 對 所以也就是說當為什麼有人開始討論 那我日圓要不要買 我們看到有那個一個禮拜 就有年化報 配息率7% 就有很多人先去換日圓 因為其實確實你要不要換日圓 回到像之前有澳幣 就是因為你有這個需求 你可能有小孩在那邊讀書 或你有生意的往來 所以日本也是一個 大家確實有這個貨幣需求的 當然就會想說 現在好像是一個換起來的時間點 那不過如果想像空間 在以往過去10年 可能日圓有到95 可是確實這一波看起來 日本應該也不會有這麼大的升值幅度 主要除了利差 因為歐洲也開始先降息了 也就是說美國還沒降息之前 其他國家也開始降 利差美元還是相對有優勢 第二個就是其實現在 更在吸引外資進到日本 所以也揣測上日本也覺得 不用升那麼多 可能會影響它的出口經濟 所以往下來看 所以我們如果來看下一張 就可以發現 橘色日圓匯價的走勢 往上是貶值 跟東正指數股市的表現 也是說日圓貶值股市會漲 日圓升值股市會跌 在以往來說也都有這個跡象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接下來 現在日本可能慢慢是升到100次 預估到年底 但是神圓英姿日圓先生是喊了有130 那我們認為如果現階段 你到底要不要去換成日圓 就要看你有沒有這個日圓的需求 最好是你有這個需求 那你可以分批買的話 那其實而且你要認為日圓會升到140以上 那就有投資的價值 否則的話其實放美元可能還是現在的主流 是因為它不用做任何冒風險短票 事實上每年短票就有5個% 穩穩賺 就是賺5% 那你就只要看美元跟台幣之間的一個匯率上的風險 有一點簡單我一個人 現在大家都一直講說會到170 如果真的會到170的話 那我現在等一下是不是 但是如果就160 其實確實我們要看每個月 這個日本央行出來的一個態度 現在他們都一直還是講 如果是投機 它絕對會 如果是狙擊 把它扁下去的 它會出手 所以其實150的時候它出手過 160它也出手過 它就擋不住 對 擋不住 那這裡是跟美國沒有延後降息有關 所以你不用跟市場作對 它現在要不然那個錢都會浪費 所以這個也是要看國際的情勢 是 那所以我們如果說 你如果有日元的需求 你趁這一波其實慢慢換 換分批換 是OK的 那你看你的錢不用換太多 因為你換了日元之後 你開始煩惱 我要幹嘛 就是我們有兩個建議 一個是如果你只能換了日元 一個當然是日本股票 對 那當然就要留意 不能都是出口類股 因為剛剛看到對日元升值 對股市通常也不太有利 那所以我們會建議 有哪些既然是升息的話 銀行股 銀行股相對是受惠的 那再來就是工業類股 也是有受惠 包括半導體這些工業設備類股 也是日本的專長 那再來就是日本也有一些 有品牌的屬於消費類的 像運動產品這一類的 所以比較內需 所以如果你買了 有的日元想要買日股的話 那就留意它的產業是要比較分散的 也可以受惠日元升值的消費力 也要包含在裡面 銀行這都是對於升值跟升息比較有利的 那另外 我們來看 那現在接下來這個到底 接下來也有一個方式是 你持有日元 但是不是投資在日元資產的方式 那就是基金當中會有一些叫做日元避險級別 就是你投資的是美國 因為但是它幫你去計算成有日元計價 跟著日元的 那主要為什麼就是說 如果你除了日本股市之外 你持有日元 幾乎日本也沒有什麼債券市場 因為利率都很低 你沒有什麼其他投資的機會 在等待它升值的過程當中 那所以除了股市之外 一個就是我們說 如果股票看ETF今年以來 其實股票還是流入到美國 債券也是以美國為主 然後是投資等級債 所以這就會建議說 現在你也可以發現很多基金裡面 去加掛一個匹別 美國的平衡型 或者是在債券 美國的債券 它明明是美國債券 但是它會加掛日幣的級別 就是讓你有日元來買 那我這樣去買的話 就是如果日元升值 我也可以賺到那個匯差 然後每一股 它連結是美國的市場的話 不管是債貨股 他們漲了我也可以賺到那個 它的獲利 是的 這樣挺好的 所以這個的話唯一就是 它中間會有一個避險成本 大概5% 所以你如果期待日元之後 終究會升值超過5% 其實也不難 對 如果你有這個信心的話 那你就可以選這個方式 是 那就是選擇有日元避險級別的 那其實在台灣很多境外基金都有加掛這個 避險級別的債券或平衡型 所以就這兩個選擇 如果你手上 你已經分批壞了日元 那接下來你可能日元又還沒有馬上升值 對 那你其實在等待的過程當中 如何是用投資把錢放在這個 所謂的蘋果 一個就是積極一點的人 不怕股票震盪 你就是日股的日元避別 那另外一個就是投資在非日本區 是